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受外面环境影响了 这是真实的利益了 永远保持清净平等球 我天天在清净平等球的道路上行走 怎样能够不受干扰 不受影响 那你的道业就能成就了 不但成就道业 在事发里头 你所经验的事业一定要成功 你的家庭后 你的生活健康快乐 不受影响啊 这要懂得防范 最重要的 要清净身心 第一次规律里面讲啊 清净身心 你才真正的利益 你看看 事出世间大深大邪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出世待人结枉 这得许啊 我们学佛的同学要发心带头 学为人死 行为师范 顺境里面不齐贪 逆境里头 卧缘里头 不齐运痕 始终保持清净平等球 这叫功夫 《楠言经》上说得好啊 若能转境 则同如来 你不会境界转 你就能转境界 能转境界 就是如来 就是佛了 我们得选这个本词啊 为什么 因为境运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你想到这个 你对佛才被伏啊 凡所有相 解释虚妄 善于 顺境 那是做美梦 卧缘 逆境 是做噩梦 美梦 噩梦 统统都是梦 都不是真的 所以教你 不要远处 不要受他人下 这叫真理修行 所以看破 放下啊 从放下去走 放下 帮助你看破 看破 帮助你放下 看破是智慧啊 放下是定功 恢复到清净 平等去啊 确实看破 清净 平等是放下啊 这是你做真功夫啊 你在经典里面所学习的 你要能应用的生活上 你的手用了 真的是发洗衣充满了 永远保持清净心 平等心 这叫道啊 不要被外面境界所转了 这叫功夫 用现在话说 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 环境是没法自离开的 只要求我不受它影响 我不被环境所转 智慧就开了 这个首先的条件 要能忍辱 要能吃亏 不能忍不行啊 怕吃亏那也做不到啊 你的心永远不会低下来 就古人讲的话好 吃亏是负 一点都不错 处处得让别人 决定不要放在心上 你的心才放光 你才能照见 什么都计较就坏了 就错了 你的心就乱了 你智慧就没有了 吃亏不是不清楚 要不清楚不明了 你是糊涂人 吃亏心里清楚明了 你是个智慧的人 明白的人 虽然吃亏上当 心里痕迹都不然然 这叫功夫 决定没有怨恨 不但没有怨恨呢 自然会生感激的心 为什么呢 他把我的境界提高 他就考一考 我就晓得我功夫到什么境界 他有一点点 晨慧的念头上的 自己赶快忏悔 我还不够亲近 我还要努力 我还要升级 瞬间 善云 你遇到的这个境界很深 遇到一切的好人 都赞叹你 来拥护你 帮助你 在这个境界里 就决定 没有一丝好贪恋 不容易 永远保持自己 清净平等局 不能有丝毫欲吃 顺境里头 很容易起贪吃 逆境里头 很容易起嗔恨 你看这样 贪嗔吃 三毒烦恼 三毒烦恼在哪里断呢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天天看到这些人死屋里面 把自己贪嗔吃磨掉 这偶叶大师 你看林峰宗论里面讲的多好 静怨无好仇啊 好仇啊 在自己的心啊 自己的心善 静止于空变法阶 无疑不善 所以 都是善人 都是好仇 我们用善心啊 来看 如果用不善的心来看呢 世间上没有一个是好人 没有一个光是好仇 转变在自己 不在境界里啊 所以 释出世间的大圣诚 他们能够成圣 能够成行 能够成菩萨 能够成佛 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在能转 能转自己 自己转了啊 外面境界就转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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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